张思刚倒帅 张思刚倒帅 一大早跑到天母帮自家立委参选人张思刚驻政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特别排了一个早上陪张思刚巡回公庙 难道需要趁着另一个也想选立委的新党市议员侯汉廷 跑到美国的期间赶快帮张思刚插旗 自刚需要秉持两个字 第一个要勤 一定要认真更勤快更努力 第二个就是沉 那一定要化解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 化中油化说要化解过去的恩怨 这意思是不是说要协调泛蓝整合 只要蓝营团结就会赢 分裂就是拱手让给绿营 所以我们秉持这样的一个决心 我希望在最后一定是能够化解一切 能够团结大家 协调的工作我想中央党部这边会持续的进行当中 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如果可以比个民调的话 那这样就很OK 讲得很白党中央会出手协调 张思刚说比民调最好 毕竟一旦整合士林北投回归蓝绿对决 就有翻盘的可能 但对手现任立委无私遥 当然不想要 议员选票 侯汉廷比张思刚高很多 基层经营 侯汉廷恐怕也比张思刚更努力认真 所以整合不应当只是高层 瞧来瞧去说了算 分化对手大喊别被搓汤圆 侯汉廷结稿前没有回应 无虽要说自己已不变因万变 但似乎也在暗示希望三角都的局势不要变 TVBS新闻的李宣伟佳琪台北社本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